俗话说,饭得一口一口吃,路得一步一步走。 如今在演艺圈中叱咤风云的各位明星们,都是从青涩的新人成长起来的。 日前就有好事的网友搜罗了众明星出道时的青涩剧照,此特一出立即引发了大家的热议。 看到这张照片,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呢?眼尖的,一定能看出来,这不就是万人迷晨好吗? 这张照片出自1997年上映的电影《埋伏》,在电影中,陈豪饰演了腾如俊的女儿童童。 虽说那时的她,脸上还有明显的婴儿肥,不过倒十分贴切,电影中高中女生的形象。 你妈呢?我放学都不在家,工厂加班。 那你怎么吃了饭? 面包,还有火腿肠,真是大十八店呐,谁能想到她以后能成为犯人迷呢? 变化还真大,不看演员表还真不敢相信的是陈豪啊。 这是造型问题吧,99年的那身那人那狗,陈豪就已经很漂亮了。 陈豪的荧幕厨女秀并没有让她一炮而红,相比而言,高圆圆就幸运得多。 1996年,孩子上高中的她跟同学在王府井逛街时被星探发现了,拍摄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广告。 而她在电影《爱情麻辣烫》中的表现,更是奠定了她清纯女生的形象。 你们吃不吃冰淇淋,我请客。 不用了啊,我去吧。 我去吧。 我去吧,我去吧。 当初的天生女生,如今已成为黄金圣女了,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啊? 看这电影的时候,我就开始回忆我的初恋了。 如果多年,高圆圆的长相没变,但是演技似乎也没变呀。 相比一直走气质女星路线的高圆圆,黄蕾在早期电影作品中的形象绝对让你大贴眼镜。 荧幕中的如样小生现实中的好丈夫好爸爸,在电影《霸王别击》中,竟然演了这样一个流氓角色。 天线毁灭了我心目中的好男人形象啊。 最好是碰到他老婆孙女之前拍的,要不回家得过错一把了。 要说这如今演艺圈中最具表较力的男性,邓超绝对能算得上一号。 虽然凭借着少年天子,幸福像花儿一样等正剧成名,但人称戏疯子的他,一直有歌戏与剧之心。 找到他成名之前,就曾在青年剧《东北一家人》中,试验了一位满嘴港台腔的东北人。 就是这里,东北,这么熟悉的味道。 鱼马一直也太礼貌了吧。 刚才得知邓超还有如此的搞笑天赋,看得只珍珍的喜欢,希望他这搞笑功力不要生分了才好,继续发展。